印太这边 你觉得当然我们在探讨贸易上本身 有的时候也会探讨 究竟美国现在的大选 特朗普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他的选举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他的民调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目前看起来的这种状况 可是我想要回应一下 我一开始讲到Peter Navarro的这本书 他在2015年的时候写了另外一本 那这挑战的就是中国的军事 就是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 他对这个世界的威胁 所以这一群人从贸易战到军事战 他们是已经把中国当成是一个 我觉得不是假想敌人 就是真的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去看待他 那包括我刚刚一开始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他在一些科技的技术 他一些科技技术不是我们这种消费型的 这种手机这种技术 他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像说航天军事 就是有一些关键技术 可能中国在发展这些技术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他直接可以买得到的 他可以从美国那边进口到的 他以前是这样去做 所以有一部分他是自己没有去发展 所以这些关键技术如果美国把它抽回来以后 这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这我们要去观察 那最近台湾有一个现象蛮有趣的 就是说有很多属于科技公司 以前都转到中国去发展 那最近很多人跑回台湾 在找场在找地 这个跟这个贸易战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跟这个所谓的科技技术的这个封锁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封锁也有关系 就是他们看到说有些技术 如果我在中国拿不到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所以他必须要把他的整个这个重心移回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还有可能拿到这些技术 让他有办法去发展这个市场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要去看的这种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用心在哪里 他可能只是新闻报道的多一点是 我们的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这种贸易战 可是他的确他背后存在的这种所谓价值战 说我不允许我不允许现在的这种中国来崛起 来取代美国的这个地位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压制 之前的这个这个印太的这个军事策略 也是一个一个调整 就是说我要开始去注意 那台湾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你看美国跟台湾的这个这个密集的来往 包括军事上的一些松绑等等 都是值得去关心的 就是在这个角色上 美国已经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 尤其是在这个这个川普 我要讲一下 这个Peter Navarro他事实上是是民主党员 他还不是共和党员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说他可以用了一个 跟他理念非常相同 可是是另外一个党的这个党员 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